记录真实服务民生,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我们知道高速路上经常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可是呢,最近啊,在南京浦口的宁河高速路上却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交通事故 这起事故呢,让浦口区交巡警大队国道中队的民警们着实是废了一番脑筋 所有的民警全体出动不说,大家还为此蹲守了整整一宿 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事故,怎么会让民警们如此的兴师动众呢 2009年2月13日傍晚,在南京市浦口区兴殿镇的龙景村 村民卢凤奇正在自家小院里干活 突然一声巨响,把他吓了一跳 那是一种爆裂的声音 那声音是从家门口的宁河高速上传来 他马上意识到,出事了 空医生了,两个人就听到了一个数据 我估计彻底是犯了 为什么会听到猪叫声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等到了现场一看,果不其然 一辆大卡车侧翻在了高速路边上 路边的护栏已经被撞裂 而眼前的景象更是把他吓了一大跳 全部都是数 原来那辆卡车上装了几百只小猪杂 车翻以后,车厢上的铁栏杆断裂 小猪们因为受到惊吓,趁机跑了出来 过往的车辆一看这驾驶 但是,纷纷地让,危险是一触即发 车里太紧了 出了百万 这是哪儿啊 怎么那么多车呀 呀,好害怕呀 兄弟们,快跑吧 这个猪太多了 太多了 急不疼处啊 开玩笑,那个小猪啊 到处乱跑,你车怎么不都乱开 车上的人怎么样 会不会有伤亡呢 眼看交通受阻 这些小猪又该如何处置 卢师傅还算冷静 马上拨通了附近交巡警大队 国道中队的电话 三百多头猪 边地都是 白花花的一片 其实是白猪 当时那一段公路 基本上都堵塞了 等交警赶到现场时 这里已经是一片混乱 现场充斥着小猪的尖叫声 汽车的刹车声和喇叭声 过往车辆为了避让到处乱跑的小猪仔 是左臂右让频频刹车 那么跑出来的猪究竟有多少呢 太恐怖了 车子都不敢找了 那套车子都抖车住了 妈呀 兄弟们都下了 咱这是要往哪儿去呀 哎呀 好多车赶紧跑吧 我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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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你们找不到我了 这还是不安全 我到别的地儿去 跑的有的甚至跑的马路对面 我们过去把它拎回来 都是这种情况 过往的车辆就是呢 在就为了避让小猪呢 在中间跟他窗来窗起来 非常危险 银河高速路是连接南京到合肥的大动脉 日常车流量很大 如果任由小猪满地跑 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且此时天色渐晚 事先已经不好 如果不封锁现场 很可能会发生一连串的撞击椎尾事故 甚至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交通迷惯 可是小猪又不像人那么听话 他们怎么会听从指挥呢 一个呢是查看车里 看有没有受伤的人员 第二个呢就是呢 就是其他人员呢 去庆祖里 把这个小猪呢 能赶的赶 能呆的呆 对啊 车里究竟有几个人 他们是生是死 猪要控制 但人更要救了 车速比较快 一方这个 至少是人啊 伤啊 伤啊 伤得的 伤得庆幸的是 由于是侧面翻倒 车里的人并没有伤忙 车厢里的三个人 在交警的帮助下 已经从里面逃了出来 私立逃生的货主 一看这个驾驶 心疼的不及 现场正是一片狼藉 死的死 酸的酸 反正看得太恐怖了 他准备车门打开 突然 他准备车门 上面翻过来了 慢点 慢点 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跑端端的在路上行驶 怎么就突然翻车了呢 原来这是一辆从连人港 开往湖北的货车 车上装了近350只小猪载 在途经南京浦口 喉庄跨县桥路段时 突然右后方发出一声巨响 车子一下子失去了控制 外面那个右边 外面那个轮站 可能在那里有点满消息 我只听到他突然碰了一下 车子他一下子突然就翻掉了 爆台后 司机惊慌失措 情急之下向右猛打方向 结果又撞进右边的护栏 在往左猛打方向 货车终于失去了平衡 控制不住 突然间就翻车了 车子这一翻 麻烦可就大了 因为强烈的撞击和摩擦 车厢的围栏全部破损变形了 小猪们一受惊吓 于是就来了个集体大逃亡 逃就逃吧 可偏偏这是在高速路上 这下麻烦可就更大了 无独有偶 一年来运载家禽生畜的车辆 频频发生交通事故 您瞧 这是去年11月10日 护航高速公路上 也发生了一起货车爆胎策犯的事故 当时车上装的也是独犯 车犯以后 五十头猪在高速路上是集体狂奔 把高速交警给忙坏了 一边疏导交通 一边蹬起了猪官 忙着追赶疯跑的大肥猪 最后在围观群众的帮助下 徒手将猪抓回了车上 这起事故造成高速路上 拥堵了近两个小时 拥堵的车队排到了近一公里长 您现在看到的这段录像 可不是渔民们在晒鱼 而是高速路上的一起交通事故 2008年10月26日 在杭金渠高速公路徐州放下 一辆装了18.5吨鲜活鲫鱼的半挂车 因超车时 司机猛踩刹车 造成车的失控猛烈偏移 撞到了中央护栏而侧翻在地 车上的鲫鱼倾泻而出 几十米范围的高速路面上 砸满了活蹦乱跳的鱼 损失踩中 记者调查发现 这些事故都有相似的原因 那就是翻车 事故现场是如出一轴 那么这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 为什么运载活体动物的货车 那么容易翻车 仅仅是因为爆胎的缘故吗 就拿南京发生的这起事故来说吧 爆胎固然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 但是其中 难道是没有别的原因 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数量348头 那么就是它每头猪的分量 大概就是50斤左右 那么就是按照它规定核载 那么就只有2700公斤 那么就是说它已经超了三倍 超了三倍 那么就是说给它的行车 带来就是不安全的因素 您听 超重达到了三倍之处 据了解 这辆车的货轴为了多运卸柱子 防止诸多拥挤 特意将后箱加高了一层 也就是说 这辆车不仅超重 更是超高形式 如此一来 重心就很不稳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理中规定 机动车载务时 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 证上核定的载务量 为什么就是有人 能够如此明目张胆的 超高超载行驶呢 国家那么就是说 有相关的规定 第一 推一些这个家庭家庭 还有一些素材水口 这个产品的车辆 那么就是 这个实行利财通道 有一些这个车主 或者驾驶员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个应送这类产品的时候 那么就是 钻这个空 那么就是说 他认为自己是 这个利财通道的缺量 那么就是说 他那么就是超载 也就是说 就是转载的时候 就是超高超宽超载 看到今天这个场面 不知这车主啊 做何感想 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当务之急 是赶紧给小猪胆们 找个栖身之地 好将高速路面给清理出来 让其他车辆通行 那么 是坐等救援车辆 转运小猪 还是 就地取材 另辟蹊径呢 这俗话说啊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可这满地猪跑的情景 我想很多人还真是没见过 不仅交通受阻 而且这猪啊 还不听话 想逮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经验丰富的交警温士 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交通事故 这让他们也束手无策 那么这群活蹦乱跳的 三百多只小猪 又该怎么处置呢 买战友机到环球同创 买战友机到环球同创 电话010-5166-9332 太清华阳太阳能热水器 全国成招合作厂商 上门培训指导建厂 设备投入三万至十万元 电话010-5128-9588 5128-9588 战友机混费了 新大校业战友机 温控战友旅游 毛油精炼 油品清量 我们准备好了 电话010-627-1885 627-1885 红毛药酒啊 有67味的中草药 治疗风食骨病 筋骨疼痛 体胃虚寒 肾虚气血虚 百年红毛 福寿百年 一加一炸油机 农业机械 间谍合格产品 采用分析压炸 提高出油率 油品纯正清量 电话010-6333-9991 西南宏大科创豆腐皮机 自动豆腐机 豆芽机 香酥果机 羊皮机 麻花机 水脚机 0531-8855-4966 高速路上 意外事故 打破往日平静 我估计 这次是犯了 集体逃跑 三百只小猪 扰乱高速秩序 鲜活农产品 简身高速路 阻塞了交通 忙坏了交警 面对如此场面 我们该如何应对 敬请收看 小猪慢跑 由于原来的车子走不了 而运输公司新发出的运猪车 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 现场的小猪们 照旧在高速路上是窜来窜去 有的甚至学会了跨栏 越过了路中的护栏 跑到对面的高速车道上 这下可把民警们给紧张坏了 快跑快跑 好玩 来给我赌猫猫吧 不行 这边有人 我得往路对面去 别追我 都是找的棍子 找的棍子 有的是捡的小猪肝 你一想忘了别干嘛 他就换房间给你跑 得赶紧想办法 把小猪们清出高速路啊 因为此时的高速路 已经堵的是水界不通了 情急之下 有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高速路下面有护栏 正好和路边的排水渠 形成了一个保护网 只要将排水渠两头堵上 立刻就能给这群小猪们安个家 至少能将它们暂时 从高速路上解放出来 那么能否将小猪们 集体赶到排水渠里呢 一时间 往日指挥交通的民警 临时办做地道的猪肝 十几个人拿着树枝猪肝 赶起了小猪 小猪不那么听话 即使赶了下去 也还不老实 时不时的还能往上窜 那赶到这个沟里头 它有时候还要跑上来 跑上来再赶 不听话的小猪的就是赶 因为堵着车也走不了 看到民警们忙得够呛 路上的司机师傅 也都过来帮忙 大家追的追赶的赶 高速路上顿时成了猪场 有些小猪还算听话 可有些就不那么好对付了 这就是实在不听话的小猪啊 也就只有这样动手抓了 周围村里的村民们 听说了满地跑小猪的事 觉得非常新鲜 也都跑过来看热闹 可是这么多小猪 在高速路上乱跑 人多眼砸的 又是丢了猪可怎么办呢 我当时还有些农夫在这里 那里我还开始 我还怕他们抢猪啊什么的 这种群众的工作 群众还是蛮理解支持 各别有些群众 还帮助我们一到 就是看抗这个猪 他这个个人损失就不得了了 你一进来随随便便 把我那一头说 你是从大到大厨 从哪里面讲 你讲不 祝福大劫 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 小猪们暂时安顿了下来 交通总算是缓解了 可是现在天也黑了下来 用于转运猪杆的 分用车辆还没有往到 这些猪该怎么处理呢 这些活蹦乱跳的小猪 随时会蹿到高速路上 那么真要交警们 在这蹲守一宿吗 装猪的车子来了 我们也不会给他装的 因为晚上 一装车的时候 要逮猪 怕猪受惊 他跑到马路上 自机驾驶员 他看不到 他是视野城 开阔乘坐是有限 他看不到这么远 有什么情况 这个猪他又不老实 时不时的 他要往高速安排 引发二次事故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刚才就有一头猪 然后把他抓到之后 你看手套都是黑色的 把他抓到之后 给他换下去了 所以哥哥 我可不想待在这 又当又臭的水沟里 记得多难受啊 趁晚上看不清 我得到路上玩玩 飞上来了 别来挡我 我玩一会儿就下去 你们再赶我就不走了 我看你拿我怎么办 上半夜到十二点钟 十二点钟到三点钟 三点钟再到白天 轮班到 二月初南方的夜晚 还是很冷的 前两天刚下过雨 气温更是比平时低 在寒风中 值班的交警们 也只能跺跺脚 搓搓手 来驱散寒气 这一百多米的排水渠 做成了他们坚守的阵地 他们手里拿着警示器 给来往的车辆 做通行指挥 用手电筒 不停地往排水渠里照着 随着查看 勾去那小猪的状况 还不时地轻轻敲打着护栏 向给小猪奏着黑年曲 晚上是很冷的 我们只能是来回 躲躲脚啊 跑跑步啊 这种方式 取一取暖啊 因为这个猪太不老实 所以我们不敢说是 找个地方蹲一蹲啦 坐一坐了 是不敢 就是来回巡逻吧 等于说是 从下午来到这里 到现在已经整整 十二个小时了 小姐们就这样 顶着寒风 沿着这一百多米的 警戒区巡逻 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来回 也不知道 把翘上路面的小猪 赶回去多少 手动僵了 只能戳戳 脚动麻了 只能垛戳 初春的夜晚 第一次让人感到 那样的漫长 喂 明天啊 明天不行了 今天反而有事情 明天明天还要加班 回不去 这个情人姐快乐啊 明天等后天再把礼物给你 那我先挂了 这边还忙 好了 拜拜 刚刚是小许女朋友 打来的电话 这也提醒了 年轻的交警们 明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情人姐 可是抓了一下午的猪 竹筋身上还脏兮兮臭烘烘的 明天可怎么与姑娘们约会呢 天逐渐放亮 转运小猪的货车 终于到了 也是请猪上车的时候了 熟了一熟的民警们 又开始了一场捉猪比赛 将小猪一个个抓住装上车 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努力 终于将这些高速公路上的 不速之客 请上了为他们量身定制的 转车里 为了表达对交警们的感激之情 货主和车主 专程给福口交巡警 银河高速中队 送完了锦旗 表示感谢 没有这群可敬可爱的交警们 这起小猪大闹高速路的事件 还不一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三百头小猪在高速路上 集体逃跑的闹剧 总算是结束了 车主在这场事故中的损失 共计六万多元 在交警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 这已经是降到了最低最低的限度 有关部门 在确保农副产品绿色通道畅通的前提下 还要加强对鲜活农产品 装运点的监管 从源头上制止超限超载行为 在这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 在进行道路运输的过程中 一定不要超高超宽 超载货物 杜绝交通事故的再次发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生活567 和你在一起 下期节目 我们依旧和您相约在这里